我們又非常勤勞的在連假出來拍片 超好吃 我還可以不敢丟一下冰淇淋 好好吃耶 對不起我先用微卓 就是包子嗎 你自己選的就是爛的啊 這個羊肉看起來很好 老人好裝備前進頂好吃的熱炒 嗨大家齁 今天呢天氣晴朗 目前正處於一個連假 我們又非常勤勞的在連假出來拍片 搭配我們這個勤勞的主題 我們就想說把上次那個台南的勤勞主題 挪到新北來拍 因為上次那個業績也是下下校 我們現在只要看到下下校的業績 對就繼續給他抓下去 啊今天呢我們就來到一個 我們認為三重 不是 我們認為三重 不好意思 我們認為新北很好吃的地點就是三重 耶 三重是算有起家 對對對 起家錯 剛剛小劉突然講了一句說 他沒來過三重 我非常介意這句話 誰會沒來過三重 在台北生活的 請在底下留言 三重是 就來了 就到了 我希望我們拍了這一集 我們已經拍 三集三重了 至少四集吧 我好像 有那麼多 對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對 差不多 講什麼 差小啦 第一集 第二集 第三集 對差不多 值得大家 勾一勾 選一選 來三重吃吃看 因為三重真的讚 今天就來到了第一家 我們剛剛下廁的時候 同事又 連司機都說 啊 是這家嗎 因為我們今天的店是叫情分店 然後它是一家從早上十點半就開始的 炸雞店 然後賣到晚上八點 不是十點半喔 是十點到八點 懶珠珠 不用上餐廳 也能在家吃好料 雖然我自許而小吃光明燈 但除了出外景以外 我們最喜歡躺在家裡 懶珠珠 年紀到了 真的是越來越懶得每餐都出門才買 肚早餓 但是洗完澡就不想出門了 懶珠珠 等一下不行 不行啊 這時候我們冰箱就要有保命小物能 讓我們吃得好 吃得飽 有兼具漂亮的冷凍食品 讓我們隆重歡迎今天的財神 在水餃界有一席之地的 台灣灣仔碼頭 他們這一次跨出了小小一步 從水餃走到冠湯小龍包 對 這次的新品 灌湯小龍包 看你想要放電鍋 或者是隔水加熱 只要簡單十分鐘 就能輕鬆上桌 Everybody 你們知道 美味的小龍包 需要具備什麼要點嗎 我知道我知道 需要五大關鍵是 金滿香農爆 金 先玩依舊精緻漂亮 看看這賞心悅目的折痕 滿 挺力飽滿 外皮Q彈 香 一咬下去之後還是 香噴噴 濃 湯汁濃郁搭配肉餡 真的是爽到翻過去 好過激喔 好 看你喜歡直接含入被口爆 真的泡了 恐怕了 還是咬破慢慢吸湯 都可以 在家懶豬豬擁有 金滿香農爆 無感具備的 彎仔碼頭 灌湯小龍包 加上美盤之後 意識感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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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視覺到味覺都 一等一 在家宛若像餐廳 請問你在家會這樣穿嗎 小雜貌 沒事沒事 你在家想怎麼穿就怎麼穿 想怎麼吃就怎麼吃 記得要到下方資訊欄的 通路連結購買 台灣威仔碼頭 灌湯小籠包 現在還有優惠喔 不用加醬 就非常好吃 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一家 店名是炸雞 然後FB叫做老牌炸雞 我會來的點是因為它有括號後面 它是用大成無農殘 賢雞 不要殘 你醜餓了 他剛好特別在我耳邊 小姐到我旁邊說 那個我們這已經開很久了 30年 我說都在這嗎 他說嗯對 這裡 我真的不知道是哪 可是你為什麼會對這邊很熟 因為我潛男友住三種 我要給大家看一下它的地瓜 說它不重 好大 地瓜好像拔筊的筊 我網路上看他們說很綿 它這個大雞腿才60 然後超大 而且顏色很漂亮 它那個辣灑的很均勻 超小的很漂亮 是那個雞皮 超好吃 真的嗎 喔 這個雞皮很好吃 因為它的那個骨頭其實也蠻小的 所以整體上吃起來比較像一個脆餅 你們看它的地瓜中間已經像冰淇淋一樣 超綿密的 哇好漂亮喔 而且它沒有什麼纖維感 對沒有什麼纖維 完全不敢 像冰淇淋 好傷喔 超傷 而且我覺得它的那個脆的那個薄皮啊 其實炸得非常剛好 它是這麼大塊去炸 可是它裡面的自信很強 難怪它有自信說 吃他們家的招牌 好好吃喔 而且它真的每一塊都是這麼大塊 你覺得怎麼樣 它吃到一半了 我覺得不用多說 我就是一直在吃它 它的皮啊 有一點點存在感 可是不到太厚重 很好吃 如果我們不問你 你就會一直把它吃完 它是鮮雞耶 Fresh Chicken 你覺得它很新鮮 很剛來 沒有乾死的炸雞味 因為這種比較傳統老式的 會有一種老雞味 對 會有那個腥味 很多 哇 我們要吃它的第二個招牌 姊姊說 他們的招牌是雞翅 欸 不可能耶 嫩到 我很恨一 一二三 它的一超嫩 好好吃喔 有的時候這種傳嫁的雞皮 可能會本身抓煙的味道就很重 然後就會很重 你會吃不太到裡面 很好吃耶 我覺得他們家的皮炸得非常好 真的 就是這樣耶 欸 你吃得好醜喔 真的嗎 可愛的吧 不是 不是BuySweetBuySweet那種 不是BuySweet 你試一個你覺得BuySweet的吃好不好 沒有 沒有 告訴大家 雞腿最重要的精華就是這裡 你遇到新朋友沒去那裡 你會罵他嗎 不會罵他 我就默默撿回來 他如果拿去 回修之後 我會說 欸 我去上一下廁所 然後 垃圾桶拿去吃 現在來的第二家叫做阿賢排骨飯 那至於為什麼會來這家 因為他新家從早上9點半 他到晚上8點 早上9點半就有本工 他幾乎要12小時 所以 有蠻多做工的人是需要早上吃 而且 他這樣就可以完成你任性 你給他10點買炸雞 過來就可以買白飯 然後他的排骨有分炸排跟滷排 我們是炸的 這是 我們是滷的 他就小滷這樣 炸的會上面有個皮 我們要不要先吃這個 雞丁 雞丁 香糖給你 好好吃耶 你剛剛一直在那邊補充的人想 還叫我們不要進來 他剛剛就說 不是 我 對不起 我先入為主 我剛剛一直想說 這家店看起來沒有很好吃 而且他的溫度非常的 就是還是熱熱的 不是弄常溫型的很好吃 他的飯也煮得算是便當店裡面可吃的那種 鬆鬆軟軟的 不到粒 剛好就介於正中間 他不粒也不黏 因為他上面淋了這個雞丁 可是他不會濕回爛 他的飯我覺得蠻好吃的 這個雞丁就是簡單的 真的就醬燒調味 好好吃喔 他的雞丁口味偏重 吃得出來是阿賢做出來的 很適合阿賢便當賣 今日子就不能做這種 對 他的鹹是哪個鹹 鹹慧的鹹 我以為是 阿鹹喔 我以為你說阿鹹耶 不是啦 阿鹹嗎 阿鹹我阿 阿鹹你過來 我們單點的控碼 喔 阿鹹耶 好像阿嬤領出來的東西喔 他的食肉是會有點打牙縫的那種 豬皮是有一點韌性跟嚼勁 不是那種一進去就化開 然後你需要咀嚼的時候 他會跟下方的那一層優質 跟豬皮就是 一起這樣接觸的時候 就會有另一種香氣出現 這個好吃就在於 他不是名店好吃 我們剛剛講那些名店 一吃就覺得說 哇 他真的很厲害 有備而來 這個就是 我做的東西很實在的那種好吃 還挺好吃嗎 好吃嗎 阿鹹 有小鮮做 非常好吃 真想回到十分鐘前 很家常 打臉嗎 在門口的那個中和先跟他說 你就是白癡 不是 但是因為我覺得他有很多童年的味道 然後會恭喜我一些童年的創傷跟悔癡 你是不是某種程度 你像某種程度很像是一個繁殖 然後就每次你越不看好 然後都會越好 因為他就是喜歡打臉自己啊 阿這家 還是可以打臉囉 我來試試看 可不可以打到臉呢 對 你酸癢的力道倒是挺強嘛 他就是被打臉 但我要提醒他 真的好好吃 他就是吃吃吃吃吃吃 因為他就是多的配菜 都很酸 吃到配飯 配菜也鹹嗎 因為他這個蛋吃 因為老實說他的主菜 也都鹹 可是 不會鹹到讓人家覺得 巴火動 對 可是我肚子的時候 如果吃到這邊我會非常爽 而且這間店有點 我會 需要一點理智 才不會點太多的那種 因為他每一個主食都是好吃 而且他每個主食都可以加點 謝謝 謝謝 後面不用拍了 後面 被招待有久了 有 有 我都後面不用拍這段 我們就招待 回家睡覺 我們被姊姊招待了炸排骨 跟炸雞腿 這個雞腿看起來超好吃 我不能炸的 我不要給它滷的 但是很香 給阿賢一個讚 阿賢我真的 我真的對不起 我真的對不起 但是我們要學會一件事情 輕輕放下 我以為輕輕 輕輕 不用決心 他已經不會了 我很會啦 剛吃了兩間口味比較重的 所以我們就接下來第三家安排一些甜食 它是三重睡菌出豆花 從早上十一點看到晚上十一點 總共十二個小時 晚上十一點 我們點了粉圓檸檬冰 檸檬粉圓 沒有冰 有加碎冰 對 然後你的是那個二號豆花 裡面有綠豆珍珠跟被換成是良緣的 被換成是粉條的 本來是粉條 本來是粉條 後來變良緣了 YES 它是一家大名店 真好吃 很好吃 是比較復古味嗎 對 就是玉澳秋皮 他點這個 很清爽 它是甜檸檬 然後很復古的那種檸檬冰的味道 豆花很好吃很綿 它的料好多 是不是 超清爽 檸檬愛玉的檸檬底的汁 配粉圓的感覺 糧圓跟粉圓都好Q 我們來這邊之後 發現它的鞋對面 是我之前在便當特輯 本來要來的廣東仙廳 我那時候有打電話來問他 然後就是一個菲菲接電話 他就說他身體不好 所以目前是已經要歇業了 但是我們剛來之後 在他3月13號 又要重新營業 感謝勤勞店家帶我們來這個地方 發現了這個好消息 它不是港式烤鴨 它是滷鴨的樣子 滷水鵝那種做法對不對 滷水鵝是他一個人 滷水鵝 好吃好吃真好吃 粉圓粉圓 你是粉圓 你偷我的梗 對 彎豆彎豆乳是彎豆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三重的也是名店 它叫做福星包子 我們前面就是我們現在的排隊人潮 可以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成為其中一員 它從早上六點半 抬到晚上九點半 好久喔 天啊 就是包子嗎 經過了25分鐘之後 我們終於拿到了福星包子 一口氣買了六個口味 有起司 蔥花 筍 獅子頭 黑金剛 黑金剛 芋頭包 黑金剛到底是誰啊 黑金剛我來解答 我以為是巧克力耶 我以為是巧克力 沒有就是兩種糖 巧克力加黑糖感覺好甜喔 那我們要試試看嗎 他們家的包子應該是你要買回家 要帶回蒸的 因為它都有點常溫 其實味道不錯耶 嗯 很香那個黑糖味 它是誰 是筍包 喔 它的筍包是素粉 喔 部位很重 筍給的滿大方的 滿好吃的 嗯 可以吃到整個筍外的口感 香菇跟筍味非常的濃郁 它的料很好吃耶 但就是吃了出來是一顆 I am素包 其實我吃了 I am素包 到底想怎樣嗎 不是因為有些筍都要 因為講一些廢話但又好讚 I am素包 因為有些筍就不會是素 I am not素包 我覺得有一些筍會有去中國留學 沒有 它有出過家 最後一個素 出過家 出家就好 那它為什麼要用I am 我以為它是有的 國際筆揪泥 紅絲包 剛剛照片上看起來超好 可是我會想說它是不是跟別的肉包 可是它裡面有酸菜感 欸 哇 它是 我其實沒辦法耶 一顆耶 嗯 好好吃喔 這麼好吃喔 裡面辣辣的 有合理嗎 這個搭配 它們家裡面的用料其實都是好吃的 它獅子頭很用心的調味 對 確實滿像辣肉包 它的辣不只辣椒 它還有一點薑絲感在裡面 所以它的辣是辛香料加真的辣 而且它是一顆之真的完整是在裡面 不是說水包啊 對 假裝的 而且它還有一點就是它裡面的肉沒有很濕 不會泡到整個棉泥都已經吸太多水了 我現在手上的是一顆我期待很久的蔥花圈 然後它超冷 它現在冷到很像我所有的曖昧對象 後來對我的態度 而且你不知道嗎 你今年就是會遇到這樣子的 而且我要講一下那個蔥 就像你的愛情一樣 暗淡的 對 整個有點冷 怎麼辦 你現在走開 我還要吃嗎 會不會它吃起來就非常好吃 就是你今天就是勢必的遇到這種 就是有點苦難吃 對 你很冷 但是又是好喝 這個是美好的 喂 你看打開裡面之後 還是有一些綠綠的嗎 不是 可是蔥花圈 完了 今年怎麼樣 跟我的愛情一樣 不知道回家蒸一蒸會不會這樣 然後我們也買一個甜 所以它其實沒有什麼蔥味 就算冷 所以說它很像喔 你阿媽揉完頭 然後這個桌子剛好有蔥 這樣子 然後不小心這樣揉進去 就是清桌子的那一個 可是我覺得它其他包是怎樣吃 你看芋頭 裡面是芋泥 這裡有一些小芋頭 芋泥很好吃耶 我個人不愛吃芋頭的 我覺得很好吃 芋泥然後白豆沙那種結合感 它不是純粹很單純 芋泥去弄出來 對 沒錯 我覺得這顆好吃很用心 其他的都還滿有 我覺得回家熱應該都很好吃 對 回家熱很好 而且它便宜很好 便宜 好 別的 溫頭耶 溫頭耶 我覺得蔥花卷對我來講 需要再多一點鹹味在 就是它要一點鹹才能提那個蔥香 所以它整個現在有點 好啦 你是不是不要不要加愛情 那你覺得我們唇筆怎麼辦 因為蔥花卷它唯一選的 就是代表它 然後就是代表它 那你今天先回家好不好 因為其他人點的都不錯啊 你今天先回家 選青人你就是要叫別人幫你選 因為他都會選到爛的 你自己選的就是爛的啊 我現在就比武招親 我都不自己選 我比武招親 結果來得到蔥花包 也沒有胡招鏡頭要來啊 來到了也是三重的大名店 叫做微風滷肉飯 三重有很多滷肉飯 就是我們之前拍的京大之後 大家就一直說 有沒有去吃哪一家 有沒有去吃哪一家 這一次我想說要找一家 營業時間七點半到八點半 八點半 怎麼七點都可以超這些啊 因為還有另一家叫做 比方一也沒有吃微風 因為它營業時間比較長 就來得到 微風下面看我寫圓臉 所以I don't know 有什麼 很遠 它的豆腐是我看過 單點才講最華麗 它上面有很多蔥跟辣椒 這邊所有的菜都是可以用單點 對 我直插派 好吃 它是比較鹹的 鹹味噴重的 而且它的酸菜 是有點滷到爛爛的那種酸菜 不是特別脆口的酸菜 所以它剛 我一整口吃進去的時候 它並沒有一個酸菜在這裡的感覺 所以它沒有說酸菜酸菜 我是酸菜 酸菜酸菜酸菜 酸菜gear 對 它沒有說這個 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它完全沒有在呼喊自己的名字 耳環掉了 到底誰會發生這種事情 他們家的控把 我們剛在那邊看 它有那種超肥控 它的當分控把都偏肥 肥到矮子要一直走 它問我們說 你們會怕肥的嗎 的時候我們就說 盡量瘦的 然後它找很久 大概三分鐘吧 真的很肥 鬆肉 鬆肉的部分 沒有滷得很進去 網路評價也是有 我最近跟蓮霧的攻擊是問題 你知道這一間是有 鹹的東西 蓮霧就是會比較耐感 我要嚐一下它的苦瓜湯 愛甜耶 又苦又甜 很好喝 滿好喝的耶 好像我的人生喔 又苦又甜耶 又苦又甜耶 那不是從發酒 那是我的愛情 那是我的愛情 它是不同的 這個豆腐蠻好吃的 蠻辣的喔 可是是我目前在這種小吃店吃過最用心的豆腐 沒錯 我要讚賞這一點 因為我覺得很棒 很多豆腐都滷不進去 哇 都是一些甩泰豆腐 像對你的那些男人一樣 有需要再提嗎 蔥花卷已經秀儡過我了 豆腐也可以 求小吃害人生 因為像我記得金大跟那個店小二都是偏甜口味的滷肉飯 所以如果你不是愛偏甜的 我覺得你們可以來微風試試看 我要出去了 去問 會不會太白面 不然就沒有人知道 我就去問 妳問了嗎 阿姨就說 妳是媽媽 請問一下你們那個 是跟美物有什麼關係嗎 然後她就 喔 然後我就說 喔所以是什麼關係呢 然後很安靜 然後我就說 喔所以是之前一起然後現在分開是不是 妳真的假的啊 然後她就說 喔對阿 然後我就說 謝謝謝謝 可是妳有問跟美物還是怎樣 雖然說今天我選的是微風 但是剛剛的那個 蓮霧 加上老闆娘的一切 讓我們勾起了我們八博的好奇之心 所以我們決定來試試看 蓮霧是什麼味道 wife 我們現在呢 來到了蓮霧罵不 我剛剛在它的小版博上面有看到一句話就是 控肉淹肥 這真的淹肥 然後來的時候 我剛剛想說 怎麼點了一份豬皮 它的酸菜是不是有結合了一點筍 Cannes 而且這肥肉好像比較多喔 嗯好吃 蠻鹹的 都沒有甜欸 讓我蠻意外的 妳們現在比得出兩間 比較喜歡哪一間 我比較喜歡這一間 要說的話我比較喜歡 我好像比較喜歡上面那一間 因為這家 準的酸味已經跑到飯裡面 整體飯吃起來對我來講是 酸鹹酸鹹的 我沒有到那麼米 但是它有帶一點酸 可是因為這跟我阿嬤弄那麼香 所以我很喜歡的 韭菜好吃 韭菜剛好我吃到有一口 麻油的我覺得蠻香的 它是涼飯的嘛 可是韭菜… 韭菜真的很容易打牙耶 我吃一點肥肉 等一下你都好肥 好鹹喔 這個要配飯喔 蠻鹹 單吃非常鹹喔 但因為通常這種店的控肉 並不是讓你單點來吃 就是它單點是要吃白飯 但我覺得有可能是 因為我們之前也遇過一些單吃 就會讓我們 噢噢噢噢噢的每一種 你剛剛是試骨用那個音效嗎 你弄不起來就別血了吧 霸武不全 反類全來 你對有點立體音效還好笑 對啊 我這才是正確 因為那個音效就是要那麼大聲 我真的好好奇它跟蓮霧的關係 它跟蓮霧它就是蓮霧啊 就是它 它會叫蓮霧 那我去問這一句 因為它也沒有蓮霧入菜啊 我去問 好 我覺得它等一下會趁事 偷問微風那一題 1 老闆老家中蓮霧 2 老闆的綽號是蓮霧 3 老闆喜歡吃蓮霧 我猜2 我猜1 1 老闆老家中蓮霧 恭喜你答對了 是什麼 老闆結綽號叫蓮霧 好 你現在沒有 你沒有在追問喔 好膽的問號 那我在 微風你再去問 好優 結果阿姨被噴飛出來 再問一次 再問一次 這種品質 所以是蓮霧的哥哥 譬如說蓮霧他甩了 他哥哥是甩了 蓮霧的哥哥應該是蘋果 因為蓮霧是小蘋果 蛤 OK 好厲害 我們來到大不同 對我們來到了不大同餐 不沒有啦 不不同 不是 不是 因為我這一次搜尋店家说 想說我一定要來這家 因為他是從早上七點半 開到晚上十點的一家麵包店 有夠久 可以到晚上10點 這一袋有18個 只要100塊 哇 然後裡面有奶油 Yes 我們趕快來吃 我就興奮死啊 等一下 你不要拆的 濃湯的那個 等一下走開 走開 我沒有拆的 不是我這一邊 沒有拆超好兇屁喔 OK啦 而且 拆破的人是你耶 最後你把它拆破耶 不是因為這種 所以要帶很容易拆破啊 我們來看 來 它會 應該不會流吧 好 我覺得它回烤會很好吃 就是這樣吃 真的好可以喔 有點冰火波肉有感 很好吃 餐包體偏 很鬆開的 OK 很鬆開 餐包的奶油味非常的重 少鹹鹹 沒錯 就是你在外面 吃完之後 手會很油的那一種 那個表皮 你看 油亮 我說真的 如果以一個便宜餐包的狀態吃 它冷的吃 我也覺得很好吃 這個烤鍋很好吃 我們回去辦公室烤一下 看好不好吃 這個很好吃 直接吃就好吃了 而且這樣一袋 這樣一袋才100 很好吃 18個100等於一個大概多少 6塊我剛剛算過 6166848 好 5塊多6 5塊多6塊 6166848 現在呢烤了它 烤不烤都蠻好吃的耶 現在來到了三重的養肉攤 現在來的原因呢是因為覺得很久沒有吃炒養肉夾 就是覺得它好像很勤勞 但剛剛稍微算了一下 普通小勤勞 對 大家也可以去聽一下我們前陣子有上一集關於熱炒的Podcast 那在那一集裡面有講到就是 豚豚在熱炒店必點的一些東西 他剛剛是要問我可不可以點硬蛇 他就問很大聲說 那可以點硬蛇嗎 然後老闆就聽到 老闆就說 我也幫我可以點嗎 可以的嗎 打折水棍上 這個羊肉 看起來很好吃喔 沙茶味 有羊味的那種 真的比較偏結實一點 嘴巴會有點酸的那種羊肉 調味重 但是不會覺得重到一定要配白飯耶 確實配久就可以了 包起來很香耶 劍筍好吃 我有點想試劍筍麵包耶 你要問一點醬嗎 劍筍餐包 應該是地球時尚為第一次出現的東西 Seriously 我覺得筍很適合生活在每一個地方耶 那個凍乳味配裡面的鹹奶油 熱熱的帶有一點把它化開來的感覺 沒有剛那麼塊狀 我跟觀眾講句實話 比今天福星的那個竹筍倒還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因為我覺得 耍怪的 沒有 耍怪想怎樣 出頭天啊 這難吃的都很好吃 它是好的粉底 怎麼了嗎 這個好酸喔 好像是青草然後加了一點點 硬性而下去提味而已 它很像仙科佐硬食 對 因為它一送上來 我剛剛就覺得好乾水 它每個蚵仔都肥到 真的肥不辣 好好吃喔 它的那個大腸也有酸喔 它大腸超大一盤耶 好酸 很酸很乾 好好吃喔 它的腸肥但是不膩 對 而且乾淨 這家已經融燈我覺得 雙北 前幾名好吃的熱腸了 很涼 田雞本人是貴的東西嗎 比雞肉貴一點 它有這種小肉耶 我要先吃小肉 有點像炸魚 對 炸魚碗 我覺得它這家 田雞的炸起來 再加那個胡椒的風味 吃起來好像很呱呱 我以為是像炸鷹魚耶 對 我剛剛就想講 很像 田雞真好吃 田雞超好吃 我覺得整體上來講是 住山蟲 然後晚上可能9點多 就可以來吃一下 大家是台北市人 應該要來談吃 不要一直去排台北市的熱腸 對 好吃熱炒難選 然後它的價格加這個狀態 我覺得不需吃 應該說我覺得 分量夠 對 價錢美 食物鮮 而且其實田雞算是一個 我需要朋友一起來 游泳氣點它的東西 就是如果今天只有 朋友相約游泳碗才可以吃的 游泳的同時 所以抓幾隻 對 所以我要帶 誰 我朋友來 衝到什麼朋友 沒有衝到捲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不是感情相關的 剛剛差點講 三重的觀眾記得來這邊賭盆喔 因為他有說如果被賭到的話 他要去發150份的蔥花卷 今天就是非常的開心 雖然說三重已經拍到好像第三還第四集了 還是挖掘了很多非常讚的好小吃 真的是非常謝謝今天的財神 台灣灣仔碼頭的灌湯小籠包 讓我們在連假的時候還是非常勤勞 那如果你根本就是懶豬豬什麼放假 不想出去人擠人 然後宵夜洗完澡 就也不想再出去了 就是 萬宅碼頭 冰箱打開 萬宅小籠包 酒是讚 我跟你們講 真的非常好吃 因為我們剛剛吃就是都有被驚豔 就是 你喜歡被口爆的話 就是選 灌湯小籠包 其實還是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肉球也夠大 肉眼可看到 不用加醬就很好 沒錯 那更讚的就是呢 我們今天的財神 台灣萬宅碼頭的灌湯小籠包 他在我們的臉書跟YouTube 都準備了一些禮物要送給大家 只要你在下方留言 敘述你 最喜歡 金滿香農爆 哪一點 或者是對我們的愛 就有機會會抽中你喔 就把它送給你 或者是你們覺得 陪審團這些成員 有哪些部分符合 金滿香農爆都可以 這是我 你是哪一個 要把 無感擔當 無感嗎 對 無感 無感 我以為你說讓人無 好了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覺得你 再說一次 讓人好無感喔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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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早回去你就買回去 然後開始看那個影集 這樣 我以前大學的時候就是 很想吃雞排飯 可是又不想要就是一些 有的沒的 我就去炸雞店買一片雞排 然後去自助餐店買一碗白飯 然後回家吃 這是什麼故事 非常難聽的一個故事 我聽不懂故事 就是難聽 好吃的蔥花卷 難尋 跟好男人一樣 不是重點是你有 有在Paket上面講說你2023不要愛情 所以你應該沒有在選吧 所以你現在要選 我2023要的是什麼 好吃的蔥花卷 或是你如果被路上的丘比特發現 你有在尋愛 對 我就在中校的動物四段發 500份蔥花卷 好 你是我的小塊小米 是 所以是 所以是 他其實在唱聯目 那你把它換成聯目 你是我的 連阿連連舞 連 好難看喔 好難看 這段怎麼可能會這樣 好難看喔 我現在就懂以前 我們在看那個綜藝節目 就會想說 這個也可以 老藝人知道嗎 一定要直接下去 結果就是 只要有人 結果可能也會接 我也只能這樣子 你好像那個 狗 就是背盤這樣子 又不是 是神聖 你一定要講一些很難聽的形容 沒有 狗Cute 沒有 因為我覺得狗Cute 可是他講 他講 他從他本來講出狗 就會覺得好像在羞辱人 你知道嗎 我覺得是因為你每次都對我的詞有一點 好 沒關係 你現在就丟一個飛盤 我就會出去接 年紀到了 真的是越來越懶得 每餐都出門才買 難道我 可以嗎 而且一咬下去之後 香噴噴 我們剛剛有叫阿姆嗎 阿姆有來嗎 阿姆 阿姆 喜歡今天的三重滷肉飯解謎事件 欸 如果我們去問別人先 我們知道 沒有 我覺得你去雅筑問 雅筑就會把所有故事跟你講 雅筑 雅筑會把所有的故事跟你講 我跟妳講雅筑一定知道 你說是洗頭的東西 洗頭店都是 洗頭店 老闆娘弄起來這麼多 洗頭店是地方八卦交流站 靜雅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